今年有一個討論度很高的專利科技 叫做極光C 錯了 等一下 大家好 我是L編輯婷玉 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醫師高佩涵 高醫師你好 那請問一下 怎麼樣才能夠神速的解決斑點跟痘疤的問題呢 醫美的雷射治療 是可以有效又快速的淡化斑點 但是不是所有人的膚質都適合 而且還有預算的考量 所以我們應該在日常生活 就加入蛋斑保養這樣的觀念 醫師說到一個重點 其實蛋斑保養是一個非常深的決問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玩一個小遊戲 那要請醫師來回答我的問題 高醫師你準備好了嗎 好 我會試試看30秒 好 首先第一題 其實在我們皮膚的底層有一個黑色素細胞 它的特色就是受到刺激 就會啟動開關不斷的工作 日常生活的外線 或是空氣污染 還有如果卸妝太用力的摩擦 以及痘痘發炎之後 這些都會啟動黑色素細胞 那它就會產生黑色素 而且不斷讓黑色素往上揮上去 所以就會看到有斑點 或者是色素沉澱 膚色不均的問題 接下來第二題 就是有一個討論度很高的專利科技 叫做 CL302 極光C 營亮科技 它有很多天然的成分 可以像三段色小地機器人一樣 把黑色素一層一層的趕出去 像是它有水洋酸 可以加速我們角質代謝 然後還有酵母的萃取 可以打散黑色素的形成團塊 淡化我們的黑色素 最後呢 它還有 靜鋼玉露 跟維他命C 糖肝 這兩個重要的成分 達到 郁糖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哇 原來只有天然的成分是不夠的 還需要搭配高科技的配方跟技術 才能有效蛋斑 這水洋酸跟靜鋼玉露呢 都是我們之前有聽過 而且有常聽見的 但是呢 維他命C 糖肝 就更是厲害啦 讓我們眼見為平 一起來做個小實驗囉 維他命C 糖肝 只有實驗結果來說 可以很明顯看到點 光是點才能囉 接下來第三題 就是大家在挑選產品的時候 都會注重成分 可是包裝也很重要 市售的蛋斑產品 大部分都含有 WinnyC 野生物 它很怕日照跟空氣 容易氧化 所以我們在選擇包裝的時候要注意 不可以選透明的包裝 也不能選開放的包裝 這樣才能保持它的 有效成分的新鮮力 接下來 最後一題 其實是可以的 我們只要選和溫和的產品就好了 但是要注意不要迷信 高劑量或者是高濃度 假使真的擔心選的不適合 或是怕刺激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選擇 皮膚科醫師品牌 其實謝謝高醫師 皮膚科技 謝謝大家聽我專業知識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剛剛聊那麼多 你最近有沒有什麼 就是剛好符合我們剛剛聊的 這些東西的產品 是你最近有在用的 可以偷偷告訴我一下 其實我有帶來這樣子 就這個 欠兵它又叫 極光小白瓶 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對 我來試試看 其實它蠻有吸收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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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